我们生活在时期中 人类从来累不过 十亿人同时宅在家中 我们依然看到太阳 我们依旧看到星星 只是比从前我们对生活更热爱 我们对生命更珍惜 告诉我吧 你在烧什么菜 你在跳什么舞 你在唱什么歌 还是你与亲友亲心 还是你在感悟人生 展现你的手艺 展现你的才华 展现你的爱心 让你的美好传给世界上同心之人 传给500年后的新人类 让全世界一同宅家乐 大家电视台 大家一同宅家乐 征集对生活的热爱 请到油管寻找 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大家一起宅家乐 期待你的作品 详情请咨询屏幕上楼上自制 中国武汉在昨天正式解除封城 中国媒体上面一片欢欣鼓舞 不过专家提醒 这不代表疫情已经结束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也再次强调 防疫工作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中国近日疫情大幅度的趋缓 不过有两个现象依旧值得关注 首先是在中国跟俄罗斯边境的黑龙江 衰芬河 黑龙江卫健委今天宣布 该省昨天新增确诊输入病例为40例 累计报告境外输入确诊病例达到127例 至于累计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也有154例 据了解这些病例都是取到衰芬河口岸 从俄罗斯回国的中国公民 衰芬河市户籍大约仅有7万人 当地防疫压力突然骤增 衰芬河市昨天起所有小区在日实施封闭管理 当地时间6号开始也将一座办公大楼改建为房仓医院 可以容纳最多600人 预计11号就可以完工并且投入使用 中央社也指出 中国在宣布关闭中俄衰芬河口岸之后 又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入境边境口岸人员通道 目前已经全部临时关闭 而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 广州卫健委日前通报表示 该市已经全面排查多达超过3万个入境人士 其中包含6000多名外籍人士 进行集中隔离跟居家隔离 报导表示这两起事件凸显出中国的防疫作战 尚未取得胜利 习近平召开政治局常务会时就表示 中国防止疫情输入的压力不断加大 复工复产跟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困难以及挑战 强调要做好较长时间 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以及工作准备 外防输入内反反弹的防控工作绝对不可以松懈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夹打力度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网今天早上通报指出 4月8号一整天新增确诊病例为63例 其中61例为境外移入 本土两例 而备受关注的是昨天才解封的武汉市 新增两名死亡病例 不过并没有新增的确诊病例 由于许多人质疑中国在疫情爆发初期 有造假隐瞒资讯的嫌疑 最终才导致疫情蔓延全球 而近期随着中国宣布要加快复工复产的脚步 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武汉之后 中国的疫情就开始快速降温 也让外界质疑这些数据的真实性 而对此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也表示 关于中国的疫情资料是否真实可靠 这个问题实在太过敏感 他说他无法想象上海确诊病例只有几百例 但是他又强调实情就是如此 综合中央社跟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美国非营利组织亚洲协会7号晚间举行视频会议 张文宏以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公共卫生以及药学系教授化海连线的时候 当主持人问到中国数据是否可信 张文宏以英文表示 关于中国疫情资料是否真实可靠 这个问题实在太过敏感 但是他可以说的是上海市在疫情爆发初期 很早就已经开始追踪、隔离、治疗三大步骤 至今确诊病例跟死亡病例控制得一 张文宏表示疫情爆发以来 他自己也曾经问过自己 中国的资料是否真实可靠 他真的无法想象上海确诊病例只有几百例 但是他强调实际状况就是如此 他表示如果上海真的有隐瞒新增的本土个案 而且疫情控制不力 那么上海这个超过2300万人口的大城市 就不可能从2月3号 城市就已经恢复运作 至今已经两个月 人们还可以像他一样正常的生活跟工作 不过张文宏在会中也主动提到 尽管中国疫情现在看似趋缓 但在湖北经历76天的封城之后 4月8号解封之后 会给中国各省市防疫带来新的挑战 而根据了解中国官媒新华社 对于这场跨国连线的对谈也有做出报道 但是关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是否可信的这个问题 新华社的报道直至未提 武汉肺炎至今已经在美国造成将近1万3千个人死亡 但是纽约时报报导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洛早在1月跟2月就曾经二度发出警告 表示最坏的情况之下 美国可能损失数万亿美元 死亡人数恐怕会介于50万到120万之间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表示 自己从来没有看过或是发现这个备忘录 综合媒体报导 纳瓦洛是公认对中国的鹰派人士 长期以来对中国政府跟中国贸易行为抱持不信任的态度 他跟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等少数白宫官员 早在1月开始就已经警告同僚 对于日益升温的疫情应该采取更强硬的回应 纽约时报报导指出 纳瓦洛1月29号发出第一份被忘录的时候表示 由于人类对武汉肺炎病毒缺乏抵抗力 加上目前还没有治疗的方法跟疫苗 一旦疫情在美国爆发之后 民众将会毫无招架之力 这使得疫情演变成全面大流行的风险升高 恐怕会危及数百万美国人的性命 纳瓦洛还在备忘录中强调 从中国传出的资讯来看 不可以忽视疫情大流行之下会出现最坏情况的可能性 其中一个便是超过50万个美国人死亡 报导指出这份备忘录发出的时候 川普依旧还在淡化外界对疫情可能带来的危机 而在疫情蔓延之后 川普才表示 没有人会预料到会出现破坏力如此强大的结果 2月中纳瓦洛又发出一份备忘录 警告武汉肺炎已经全面大流行的可能性持续升高 恐怕会造成1亿个美国人感染 多达120万个美国人死亡 而对此川普近期承认 他知道纳瓦洛提出这个备忘录 不过自己当时并没有仔细研究了解内容 直到一两天前才看了这份备忘录 不过川普强调 纳瓦洛发出一月份备忘录的当天 川普正好成立了防疫任务小组 之后又发布了对中国旅游限制 川普表示自己虽然没有看到备忘录 但是他依旧有采取行动 而此外之前多次批评中国隐瞒疫情 导致全球受害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昨天再次被问到是否会对中国究责的时候 他表示现在还不到报复的时机 而对于被川普点名偏袒中国的世卫组织 他也认为现在还不到换人的时机 之后还有很多时间来重新评估世卫的表现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 因为多次发表亲中言论 从疫情爆发出奇 就不断坚持各国不应该限制中国人入境 疫情还不到全球大流行的阶段等 被批评是造成疫情蔓延全球的凶手之一 而面对各界的指责 谭德赛竟然表示 都是台湾网军对他的霸凌 综合媒体报导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透过推特跟记者会炮轰 美国去年捐赠世卫组织 4亿5200万美元 中国捐赠的资金是4200万美元 美国提供的资金是中国的十倍 是最大的捐助者 但是世界卫生组织似乎非常以中国为中心 他还暗示美国可能会暂时搁置捐赠给世卫的资金 而谭德赛也反击川普 表示不应该把病毒政治化 并称这种行径只会导致美国出现更多的世代 而对此美国共和党及众议员瑞森·绍尔 则推文强调 要世界卫生组织为他们没有执行核心任务一事负责 并不叫做政治化而是问责 不过对于来自各界的批评跟质疑 谭德赛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依旧认为自己没有错 他包号在日内瓦记行记者会上表示 他不在意个人被攻击 强调自己是专心拯救生命 关心脆弱者 他表示在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不操弄政治 不过谭德赛似乎并不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么的不在意 他发言越说越激动 并且强调对他的人身攻击已经超过三个月 各种伤害包括媒体评论 给他冠上各种称号 说他是黑人等让他再也无法忍受 谭德赛还表示大家对他的攻击真的太超过了 最后他语出惊人的指出 这些攻击都是来自台湾 而这段言论让外界相当傻眼 几乎许多外国网友都一面倒不支持谭德赛的言论 认为世界卫生组织已经被中国收买 已经腐败了 还有网友表示谭德赛已经不试任这份工作 应该要辞职下台 而对于谭德赛的指控 台湾外交部则以台湾遭到国际卫生体系政治 严重歧视的说法 谴责任何形式的歧视跟不公 但是强谭谭德赛不应该对台湾造谣抹黑 台湾总统蔡英文哲表示 如果谭德赛可以抵挡中国的压力 踏上台湾的土地 就可以理解到台湾对防疫的努力 并且理解真正受到不公平待遇的 其实是台湾人民 综合中央社多篇报导 疫情爆发以来 国际质疑世界卫生组织 处理疫情失当过度轻忠 8号在日内瓦利行记者会上 谭德赛发表长篇大论 激动的细数自己这三个月以来受到的攻击 他跟语出惊人的表示 这些攻击都是来自台湾 对此台湾驻欧盟代表郑厚人表示 无论是在社区媒体或是正式新闻稿上面 台湾外交部从来没有针对谭德赛 做过任何人身攻击 台湾政府也从来没有对他发动言论攻势 台湾外交部也发声明表示 台湾是个成熟而且高素质的先进民主国家 绝对没有鼓动民众针对世卫秘书长本人进行人身攻击 更不可能发表任何种族歧视的言论 而对于谭德赛深受歧视言论攻击 台湾深感遗憾 台湾外交部表示 台湾民众遭到国际微生体系政治严重歧视 因此非常感同身受 谴责任何情势的歧视跟不公 但是谭德赛对台湾的不实指控应该立即澄清 并且向台湾道歉 台湾总统蔡英文也发声明指出 台湾向来反对任何形式的歧视 而且台湾常年被排除在国际组织之外 比任何人都更理解被歧视跟孤立的滋味 蔡英文也说 藉由这个机会 她想要邀请谭德赛访问台湾 感受一下台湾人民如何努力在遭到歧视跟孤立之间 坚决地走向世界 贡献国际社会 蔡英文强调 台湾从来没有因为无法加入国际组织 就减少对国际的支持 最后蔡英文呼吁 如果谭德赛可以抵挡中国的压力 踏上台湾的土地 就可以理解到台湾对防疫的努力 并且理解真正受到不公平待遇的 其实是台湾人民 武汉肺炎疫情1月份在中国大爆发以来已经扩散到全世界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 世界卫生组织的决策模式以及公开发言被受惕罚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接连在白宫记者会跟推特上面 对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严厉批评 指责是为一再以中国为中心做出防疫的错误判断 耽误世界防疫的时机 川普甚至威胁美国将仔细检视世卫偏袒中国的行为 暗示美国可能会暂停提供资金 自由亚洲电台也特别针对外界 对世卫组织的质疑整理出四大时间点 第一是12月31号 世卫组织为何忽视来自台湾的疫情警示 当时台湾疾管署首度向世卫示警病毒有人传能的迹象 台湾在同一天宣布开始登基检疫 但是世卫忽视这个警告 1月14号世卫还发推特写道 中国当局初步调查并未发现人传人的明确证据 对此美国共和党籍议员瑞森少尔以书面声明批评 世卫的决策是基于避免得罪中国 没有努力挽救世界各地的生命 而是授手旁观 对病毒的严重性轻描淡写 以免冒犯中国官员 第二个争议时间点则是 1月21号人传能迅时是否延迟发布 文章写到世卫忽视12月底来自台湾的警告 直到1月20号中国官方定调 官媒新华社首都报导存在人传能的证据之后 世卫才在1月21号改口附和可以持续人传能 在世界对中国疫情状况一无所知的时候 谭德赛每次亮相都对中国的透明度大加称赞 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白宫新冠病毒特别工作小组协调员伯克斯表示 应该就此展开调查 缺乏透明度的中国跟世卫组织延迟反应的关联性 是否延误了向全球示警的时机 第三则是1月30号延缓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1月22号至23号 世卫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要将疫情 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华尔街日报报导 社评写到当时多国已经开始传出疫情 世卫却在北京的反对之下 未宣布紧急事件的定性 谭德赛还在1月28号赴中国访问 在习近平面前夸赞中国防疫的努力 一直到1月30号 世卫组织坦诚错估疫情 宣布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在川普在1月31号实施中国旅游禁令的前一个月 已经有超过43万个中国人 直飞潜往美国 第四个争议的时间点则是2月3号 谭德赛呼吁不要对中国限制旅游 当天在世卫职委会会议上面 各国代表纷纷对疫情表示担忧的时候 中国批评各国对中国的贸易跟旅行限制 谭德赛再次为中国背书 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旅游限制 当天世卫的新闻稿标题还写道 没有理由就国际旅行和贸易采取不必要的干预措施 内容甚至还有谭德赛挂保证 强调这场疫情是可以控制的 如何才能参与大家电视台全新举办的宅家乐活动呢 hashtag stay home hashtag with me 您可以制作展示宅居精彩生活的各类视频 比如厨艺健身歌唱影评都是可以的 不论您是刚刚学会用手机自拍的初学者 还是视频制作高手都欢迎哦 狗狗出镜别欢迎了 第二步呢就是上传您的作品给地球这端或者那端的我们 让我们节目组收到您的精彩作品 我们推荐您采取云端共享的方式把节目交给我们 当然您也可以用电邮附件寄送 或者是把节目上传至个人油管并且分享连接给我们 发送到屏幕上您所看到的电邮地址就可以了 确认您的节目符合标准之后 您就可以与全球网友一起分享您的宅家精彩生活了 嗯还有狗狗 然后呢我们会依据网友的观看和点赞次数 评选每周每月每季 还有总冠军的套榜单哦 有问题别迟疑上传节目接收邮箱 同时也做答疑使用 记得油管搜索并且订阅大家电视台 Hashtag Stay Ho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Stay Home With Me 我们一起宅家乐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